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今天这个新闻做起来 让我觉得有点感伤 但我觉得这个感伤 是一个人生必须慢慢习惯的事情 因为人都会老都会死 那今天这个人还没死 可是呢 我们知道他大概必须吸引了 他的名字叫做布鲁斯威利 Bruce Willis 他怎么了呢 或者我先问另外一个问题 他是谁呢 那我相信很多 要是年龄比我远一点的同学 是不知道他是谁的 这个我在补习班已经验证过了 因为你知道来补习的 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学 问他是谁不知道 连他有名的一些影片 包括那个世界末日 阿玛格尔 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阿玛格尔 背后的另外两个角色 右边他的 他的右后方 还是左后方 是那个班艾佛列克 那另外一边则是Lev Taylor Lev Taylor 你不知道是谁也都认了 真的没关系 算了啦 干好了 但然后或者他另外一个系列电影叫做终极警探1234集 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没有概念 那时代的眼泪 他总之是一个90年代的动作男性 那我们都很喜欢 我真的没有遇过任何人是不喜欢Bruce Willis的 因为他除了硬汉之外 或者他们不是传统的硬汉 因为他也会恐惧 他也会怕自己打不赢坏人 然后他也会躲 也会怎样 可是总之在 所以他是 he's more relatable in a way because because you can really project yourself into this character 也看到他的一些比较人性的地方 不像传统的好莱坞 看好像 就是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你说你要我project自己进入巨石枪身吗 不可能 可是他就是一个 你感觉他跟你一样都比较市井小民一点点 所以总之大家都喜欢Bruce Willis 然后他又程度上来说比较幽默一点点 跟起以前的动作男性 像什么斯特隆 西威斯斯特隆 或者是阿诺之类的这样子 总之 he's a more relatable guy 我讲到relatable这么多次 这个之间你就可以记得好一点点了 All right 那他得了什么东西呢 他得了我知道叫做失语症 我们等一下看怎么说 所以he may be retiring 他可能就是要退休了 可是呢 他却留下了一个 就是很大量的这一种 影片上的成就 So he leaves a hefty film legacy for his diehard fans 这diehard是什么 diehard也就是我刚所说的 终极警探的英文片名 所以终极警探第一集 diehard won 那diehard到底是什么呢 是终极警探这个翻译吗 当然不是 diehard的意思其实是我这边有写 diehard if you're strongly or fanatically determined or devoted to something 你很强的 像是疯狂般的下了这个决心 或者然后有这么一个 总之就对一件事情非常的投入 所以diehard这个字下一个字 很常接的词就是fan 所以铁粉我们就可以叫做diehard fan 那铁粉的铁呢 大家要用铁这个字来翻吗 不是 铁着心不会动 铁着心不会变 就叫diehard 那英文完全没有铁这个字在里面 我们用diehard就可以了 所以diehard就是一种态度上的坚持跟 毅力跟不为所动 diehard diehard fan 好 这里就看到了是diehard fans 对不对 那留下了一个hefty film legacy hefty这个字就是重的 就是heavy基本上 所以这里有写给你看 hefty这个字常常接下去的字 可能会是price 或者是fine 所以hefty price就是一个很高的价位 hefty fine就是一个很大笔的法环 OK 所以大量的法环 这个字我知道 这个字是有蛮特别的 或是钱的意思 法环 so hefty fine 所以你如果超速的话 you're gonna pay a hefty fine 所以hefty这个字应该没问题 他留下了一个很hefty的film legacy legacy就是传说传奇 所以他是一个影史上的传奇 当然没问题 right 他绝对是的 好 然后我们这边就看一下 so Bruce Willis's retirement from the acting due to an aphasia diagnosis 所以这个字 aphasia 就是我们讲的失语症 OK 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病的话 so aphasia is a condition that affects y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所以他是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会影响你沟通的能力 OK affects y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t can affect your speech as well as the way you write and understand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 他真的不是失语而已 他不只可以影响你的speech 也可以影响你写东西的方式 甚至了解 both a and b 那a and b是什么呢 了解 a就是讲出来的 b就是写出来的language 也就是说 你到后来会不会连这边有一段字 你都看不懂了 有可能的 OK 所以会affects the way you understand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所以到后来不是连话都听不懂 而是连阅读都会有障碍的 alright 好 所以他通常发生的状况是什么 aphasia typically occurs suddenly after a stroke or a head injury 发生的时候通常是中风后 或者是头部有发生创伤的时候 head injury alright 所以他有这一个 OK aphasia diagnosis 这个诊断 so brings to an end a career 所以这里你可能 什么叫to an end a career 是什么呢 所以他其实是 brings a career to an end 那他把它导过来 就是brings to an end a career that 什么什么这样解下去 所以他先把这一个 带到终结的这一个 介细之片语 先拉到前面来 这个可以理解 我换一个句子照给你听 我身上带了有枪 有子弹 有防弹衣 有什么这些的 我当然可以说 I bring刚刚讲的枪子弹防弹衣 so I bring a b and c with me 那那个with me 写在很后面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不是ab and c 如果是abcd efg 这么多样东西的话 so I bring with so I bring abcd e and f 这么多 然后才加一个with me 是不是那个with me 就觉得离很远 所以这个我们读起来 就觉得不太疏爽 所以我们的确可以把with me 拉到前面来 所以我就可以说 I bring with me abcd ef and g 这样是OK的 所以这边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里说的 他诊断出的这个aphasia brings to an end 后面这件事 可以听懂 所以把它带来得到一个终结 什么事情呢 后面再补给你听 所以这就是一个职业生涯 a career that had ups and downs unlike almost any other Hollywood star 所以他是把他的一个职业 带到结束 那这个职业呢 有他的这个ups and downs 这是个名词 OK 也就是高低起伏 所以他有这个ups and downs 而就不像基本上 任何其他的好莱坞巨星一样 因为其他的好莱坞巨星 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上跟下 你可能要不就上永远待在上面 永远下不来 吉努李唯从来没有下来过 Tom Cruise从来没有下来过 那可是有的人就是会下来再上去 下来再上去 据我理解约翰屈服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有非常多的ups and downs 也拍过烂片 然后没人找他拍 就过了几年 靠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片又红起来 好anyway 所以他说 对他来说 there were forgettable low box office disasters unseen straight to video titles and the Razzie award nominations two wins from seven noms plus his own category this year for a third unavoidable win 很有趣的这一段 不懂背景的 你会不晓得在说什么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下 所以他的事业中 生涯中有很多的 forgettable 就是忘了也好 值得忘掉的一些 很糟的 所以forgettable lows 包括一些box office disaster box office就是票房 OK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票房灾难 a box office disaster 还有什么呢 没有被大家看到的 unseen的 straight to video titles 你看这是一个复合形容词 straight to video 什么意思 以前的电影 多半上映 蛮长一段时间 看票房 要卖得很好 打死不下片 像我记得铁达尼浩 就不知道是不是上映了 在某些戏院里 超过一年还之类的 因为还有人看 所以戏院就会继续放 那等到都没有人看了 戏院也觉得放下去没有意义了 让我们上新的东西吧 那才把这些旧片慢慢的挤下去 那可是你会觉得片商这样就赚饱了吗 不会 他会把这个影片呢 变成了DVD再卖你一次 然后你会觉得 我去电影院看了三次 可是我想把永远收藏 你就会把DVD卖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做 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可以贩售的一个媒体这样子 可是有一些片 他可能卖得很差 说不定甚至连进戏院上映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直接变成了DVD 那以前可能也不叫DVD 叫做Videocassette VHS tapes这样子 所以什么叫Straight Video Titles 就他以前拍过的一些片 没什么人看 直接就变成了录影带或者DVD这样子 那就表示票房烂透了 这样大家懂意思 但是这个游戏玩法 在今时今日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像我们知道像神力女超人有没有 他在戏院没有上多久 我讲的是第二集 因为我跟一个当时的好朋友一起看的 我说要不要看神力女超人 我们先讲好啊好啊好啊 好了两好啊两个礼拜 一直没去 然后我们就在第三个礼拜想要去的时候 发现诶Netflix有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舒服 看Netflix就好了 对我们就在家里用Netflix把它看完 省了两张电影票不说 是说也没有说多少 看电影是一个好玩的体验 总之就是心里面会觉得感叹 哇塞现在电影在戏院里待的时间这么短 如果说今天一个观众知道 这个影片两个礼拜后 就会直接在Netflix上看得到 他就不会去戏院看了 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道理吗 那是不是表示这个片 这个片票房卖的很差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但总之 就是他们现在对 Straight to 就是 To Video这个概念 好像跟以前的确不一样 就是了 好不管我们回来这里 接下来看到就 End Razzie Award Nomination 什么是 Razzie Award 这个 Razzie就是 Golden Raspberry Awards 我们所谓的金算美奖 金算美奖就真的是 年度最烂的片什么这些的这样子 所以他曾经有过 Zraight Award Nomination 而且赢了两次 7nom是7次的提名 nomination nominee提名 7次提名得了两次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 他自己的项目奖 这个奖项叫做最烂的布鲁斯威力片 这个奖项就叫做最烂的布鲁斯威力片 然后当然就是布鲁斯威力自己赢 不然呢 所以这边有个搞笑的 plus his own category this year for a third unavoidable win 所以这是一个第三次的 躲不掉的一次赢奖这样子 OK 好但是每当你认为 Bruce Willis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已经就是下去了 上不回来的时候 but whenever you thought Willis was out for the count 所以这里一个有趣的片语 out for the count 什么概念呢 这里的the count是 拳击赛里面的count 那你知道拳击赛就是 躺下去之后数十秒 爬不起来你就输了 这样就叫做knockout 好那 如果说你觉得Bruce Willis 现在倒下去 然后就开始 1 2 3 4 6 7 8 9 10 那你知道就是没了嘛 对不对 so whenever you thought Bruce or Willis was out for the count he bounced back with another smash hit 所以每当你觉得 他就要开始被人家数十秒 输掉的时候 他却有反弹回来 又拍了另外一部 知名大片 smash hits OK 受欢迎的大片 所以这个alpha的count 应该可以理解了 alright 然后再来 smash hit应该没问题 所以可能就是一个 银石上的一个经典 a cinematic classic an against type performance 啊这个片也不错 什么叫做against type呢 就是 这里有写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词 我们写 我也有文字 god damn it 好 随便打到 这里写转型 我还要强调 就是转固定的形象 你想一想 如果说一个演员 永远只能演好人 可是 他就会好奇说 哎呀我能不能偶尔演个坏人 可是说不定就没人找他演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形象太好了 举个例子来说 像那个打人巴掌的那一位 那个 怎么突然间他名字都忘记了 呃他也是叫will吗 呃对will smith there we go will smith有没有演过坏人 我脑袋中还真的没有想到有 tom cruise有没有演过坏人 有 好我记得他在 是不是他演一个肥胖的一个坏人 我还记得 是不是在那一个 那个那个演一个叫什么 呃丛林里面的 呃什么jungle thunder 还是什么鬼的 干我现在是不是 因为真的有点年纪 这些东西回想不起来 是ben stiller拍的一个片 然后他们就演了一群阿兵哥 然后到那个原始丛林 好像是打越战还哪里的 然后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那他背后的那个金主 还是一个制片还是什么谁的 诶还没认出来是tom cruise呢 后来看清楚才知道 哇那真的是他 就弄得非常吃肥 然后还弄成光头 如果你记得这个的话 然后戴个眼镜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nerdy 然后又很令人讨厌的一个形象 而且这个片的最后 还由他来做结尾 就是他这边跳一些那个break dance 然后诶就还蛮酷的 我是那时候才认出那是tom cruise 你知道吗 超屌的 我还记得那部片 因为那时候连钢铁人都还没有 那部片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小萝卜道尼 还在里面演一个黑人 所以我觉得那个片 非常非常的经典 OK 好回来这里 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出 那个名字叫什么 我只记得好像有thunder 这个字在里面 所以这就叫做against type OK 所以对于tom cruise来说 拍这部片就是一个 against type的performance 因为他的type就是 wholesome的那种 男人boy这样子 wholesome healthy optimistic这样子的那种 hero type of character 可是他演这一个变坏人 这样子 好解释了半天应该听懂 然后继续看一下 all a colorful cameo that made you remember what made him a star in the first place 或者他可能会 来了一个chameo的演出 我记得我们讲过这个字 好久好久以前 有没有两三百集前 我们那时候讲的好像是漫威的 电影里面 你常常会有他的那个作者 好像是不是叫stan lee 他会在片里面出出出演一个那种串场的角色 客串的角色 所以cameo就是这样的意思 cameo OK 好然后所以以下就是他的很多的best performances 从他的非常的illustrious career OK所以这illustrious就是很杰出的 OK 这边的像moonlighting我记得是他的电视剧 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能记得 如果你不到那个年龄的话 我对这个也没印象 因为1980几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太久了 我那时候还在读小学呢 好像是 呃diehard好这边来了1988年 所以虽然说我有看这片 可是我看的时候也已经是后来了 我不是在什么上院线的时候看的 因为那时候again我都还小 甚至是 然后后面的这个呃 其他几片我其实也不是说非常记得 但是pulp fiction我就记得 那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 那时候好像在加拿大已经是住第二年的时候 你要那时候的我去看这部片 完全看不懂 真的完全看不懂 那他现在已经成为我这个心目中好片的其中一片 就是十大好片中其中一片 那我的这个朋友 Seeder也曾经是我的学生 还送给我一张海报 非常的感谢你 那我一直很想贴在 这里 就是这边这个空白处 但是贴上去就掉 贴上去就掉 我还在想办法 好啦 anyway 那pulp fiction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中文翻译成黑色追击力 ok Tough of monkeys我的印象不太深 说实在的 Sixth Sense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小男孩 然后他最经典的台词是 I see dead people Alright 好 所以回忆一下下 他的这个影史上拍过很多很棒的片 后面几部 我说真的也都不太记得 因为就比较没有关注这个人 说实在的 好 所以今天讲了一个 还有那么一点点 还蛮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蛮令人觉得遗憾的 人都会老 人都会死 英雄老矣 脸颇老矣 上能战否 布鲁斯威力大概不能战了 我们就祝他 差点讲出安息 还没有 ok 我们祝他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以及病情不要严重的太快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